搞完新能源车又想搞中国风电 欧洲想摆脱中国新能源的美梦 恐怕很难实现 10月初 网上传出了欧盟要对中国风电发起调查的消息 到了月底时 欧盟就推出了自家的风电行动计划 说中国风电给欧洲带来的挑战太大了 欧洲要扶持本土的风电企业 很明显 在对我国新能源车展开调查之后 欧洲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风电 可为啥是风电领域的 首先肯定是风电很重要 因为俄乌冲突之后 欧盟迫切希望能保证能源自主安全 他们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要在2030年有42.5%以上的能源 是可再生能源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清洁的风电也必须从2022年的204级瓦 提高到2030年的500级瓦 可在这么重要的领域 欧洲风电就跟光复一样 有点自主生产能力 但不多 目前欧洲有6到8成的风电装机 需要依赖亚洲的供应商 说白了 大头还是中国 可就是这样才让他们感到担忧 怕太依赖中国了 于是跟新能源汽车一样 也打算对中国风电展开调查 保护并发展本土的风电产业 所以也就有了开拓说的那两件事了 可计划很丰满 但现实却很骨感 迎接欧盟的 先是自家人的单头一棒 首先是欧盟内部都不看好自己 比如德国商报就认为 当初说好的针对中国光伏 结果搞了几年 不最终还是需要中国嘛 这次风电也是一样 欧盟搞自家产业贸易保护政策 不仅起不到任何效果 反而会失去发展的契机 还有前段时间 有一位欧盟官员透露 找不到确凿证据 能够支持欧盟发起调查 为啥欧盟内部的意见 会这么割裂呢 说到底 还是因为中国的风电实力太强了 目前我国风电产量 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 三分之二以上 出口到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上半年 全球新增风电装机的四成多 都是出自我国 而市场占比之所以能这么高 主要还是因为 我国的风电技术实力太强了 按专利数量来算 最近五年 全球风电专利申请总量 中国占了九成 达到了1.13万件 如果按核心零部件来看 在海上风电项目的 关键零部件中 有七成以上都需要中国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今天是欧盟离不开中国 而不是中国风电离不开欧盟 仅凭中国的市场 也足够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了 2022年 全球海上风电的 装机总量是64.3级瓦 仅中国一家就占了将近一半 现在欧盟在新能源产业中 本来就处于落后位置 不管是技术 产业链 还是成本的方面 都没办法与中国相比 目前欧洲四大风电巨头都在亏 单单一家西门子 就因为风机发电组的质量问题 在今年第三季度 就爆亏了22亿欧元 可以说除了中国企业 欧盟很难再找到一家 可以支撑他们 可再生能源的自主梦了 还是那句老话 合作共赢才是正当